先手的话是直接先把雷恩加尔给搬掉 然后QG这边还是先搬了引流之主杰 这样的话第二手上一边两边的搬人 还是比较针对当前版本比较强势的英雄 但是可能他们会考虑一下 上一把对面会发挥比较好的英雄吧 还是先把风女搬了 不太想看到风女的英雄 看下后手会不会再搬一只强势的 比如利桑卓或者说搬掉黄子 雷克赛也会搬掉 考虑把挖掘机给搬了 现在挖掘机这个东西好像只要放出来 即便被拿到都很carry 因为挖掘机这个版本真的 不管是在干戈上面还是输出 可能打上单也有他的一席之地 果然挖掘机 你说打上单也有一席之地 其实他打上单也是一个很强力的 就是在线上是吧 对 不管是在线上还是支援方面 他支援加上他有一个位移 他在支援方面也能够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总感觉就是挖掘机要是支援的话 需要遍地打洞 可是你要打上单的话就很难有机会去打 多打几个洞 这边冰霜女巫立桑卓第三手的班人很关键 如果现在不搬掉黄子的话 对面很有可能一手会有黄子抢掉 但是如果搬掉黄子呢 又会有一些其他比较强势的英雄放出来 比如说像纳尔啊 像妖姬啊 像这个沙漠皇帝啊都会放出来 那看一下第三手怎么搬 现在这个版本在搬选方面 其实后手吧 就是红色方的班人往往会稍微带着一点点的被动 因为他们不太能按着自己的战术一手搬 搬掉辛德拉 那这样黄子放出来 现在看一下开心 他们这方面会一手抢掉什么样的英雄了 因为现在在场上有一些强势的英雄 还是有大概三到四位 还是依旧选择了卡萨丁 先把卡萨丁拿掉 他们把卡萨丁给抢掉了 因为卡萨丁刚刚在QG战队的选择上面 是在最后一波团战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对直接RG举把西威尔打成残血 逼迫西威尔交出一个闪现 但这个闪现的位置不是很好 又被飞机收掉 那直接QG是后手拿了两只强色的英雄 一个是王子加上轮子妈 西威尔 柚子其实根据你自己的分析 就是现在这个比赛进程到现在 孟燕 这个英雄应该是很少见吧 我看你最早在打野的时候 你经常玩一下这个英雄 对因为当时这个英雄怎么说呢 他因为当时的野怪没有现在这么强力 他当时在青野 只要在天赋或者符文上面 做一些调整的话 他在青野速度上非常的快 而且不会像现在这么伤 好这边是拿到了一个露露跟安妮 这两手的话露露是刚才被QG战队中单拿到 这边也是要自己先拿一下 而且他们就是他打得比较针对啊 他把刚刚对面发挥的一些 把对面刚刚用的英雄都拿到了自己的手上 没错 他是想来一场 以麒麟之道 环制麒麟之道 对 那果然版本强势的鬼术妖姬 QG战队直接锁了 并且辅助是拿了一个雷奥娜 其实雷奥娜这个英雄在这个版本上场的几率已经比较低了 那这个AD还是酷奇 现在版本强势的AD酷奇跟西威尔两个人 基本上是平分秋色 因为现在这个版本基本上就是中期很难出现一部团战会打出很长时间 大多都是靠双方的AD打出一个瞬间的爆发 而受到爆发 飞机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最后一手 看一下在打野方面的选择 我觉得现在盲僧还放在外面 而且开心的盲僧 这个打野盲僧玩的也挺多的 看下会不会拿盲僧 如果不拿盲僧 选择也就是螳螂了 应该是盲僧的 觉得更大一点 伊丽丝 好 看到这个伊丽丝 我觉得 这场比赛对于开心来说 其实这个伊丽丝的选择 还是要看一下他要怎么打 因为现在伊丽丝在这个版本 当成一个辅助型打野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其实他在出一个AP输出的话 配合他现在打野刀的CD的话 他也是能够有很高的伤害 而且现在开心他这边的阵容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他们五个英雄的话 在AP爆发上面非常的多 基本上全是AP 飞机的Q和大招也是AP伤害 这样伤害过于单一 就太过于容易被针对了 而对面的话 QG在最后一手拿到了是大树上单的冒凯 好的 那两边阵容确定完毕 我们也稍事等待 马上进入双方的第二场比赛 为什么打蜘蛛啊 可能就会玩吧 想我一想我就 这边的话是看一下队位 上路的话是大树对着卡萨丁 打野方面 Swift的皇子对上牛奶的蜘蛛中单的话 妖姬对上一个露露 而在AD方面 这边是双方调换过来了 对调换过来了 上一局你玩伦子妈 这一局我玩伦子妈 那辅助方面 天灾魔士是拿了一个 这个曙光女神雷奥娜 而对面是拿到了安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各位观众 您正在收看的是 2015赛季春季赛 英雄联盟甲级职业联赛 C组的第一天比赛日的第二场比赛 对阵双方蓝色方是上一场 遗憾在西部州大战场 遗憾之力的开心 happy 而红色方就是他们对手 QC战队 双方上来的话 依旧是五个人再调一条直线 其实我觉得现在版本 有一个改动 就是可能 大家都像我有问一些拳头的人 他们会觉得这个改动 会在一支团上面 会更容易打起来 但是就目前现在比赛的形式来看 更多的就是防守 邀请这边有点危险 交过W了 但是蜘蛛一体觉得也是一个W 没有什么留人的技能 打出分身 也指的是这个视频演的改动吧 因为现在演基本上出门30秒就可以差了 在我问的情况下 他给我的回答是 他说现在30秒差可能会在一集团方面 会更容易打起来 但是就现在来看的话 基本上 一集团很少能够打起来 而且现在这样就是 诶 这边西北尔来到上楼要换线了 选择这个换线 而且这边是用露露去打上单 中单的卡扎丁 这个跟上一集的选择就有一些差差别了 露露这边还是要先帮对面的 先帮自己的伊丽丝 打一下这个火少蛙 打完上线 这个打法是分一个AD在上路 然后自己的辅助是帮皇子打一下Buff 再选择TP回来 然后露露看到了西威尔的信任 也选择直接过去打了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 这个时候 他刚才可以上线去跟西威尔先 在第一波兵线的时候 还是一个正常的一打一啊 但是这个时候就要看一下 这边西威尔他的能不能够 把自己的线给控过来 但是就目前其实他应该控不过来了 对 因为在线上有一些小技巧 就是去拉兵的小技巧 能够虽然说自己在帮助 也帮助兵线A兵 但是他依旧能够把对面的兵线 给拉到自身的塔下 对 我见了过就是这个技巧 其实当时使用最纯熟的 基本上是韩国的AD选手 因为那段时间韩国换线换得太疯了 竟然四人这个速推什么的 然后有一个技巧就是说 你在小兵到线上还没交战以前 你先过去拉一下小兵的仇恨 再往后跑 这样对面的所有远程兵跟线战兵 会集火一个小兵 对 这样你的线就很容易被推过来 这也是一些在换线方面 AD处理的小技巧 这个时候大树也是在收了F4之后 直接两击来到线上 大树线上因为有一个E的技能的话 所以他在线上并不会像露露那样 吃不到惊艳吃不到冰 这边还是放莱奥纳来到下路 稍微的帮大树 鼓住一下 但是这边莱奥纳很贼 天灾末日是躲在草寸的并没有出现 现在的话 他应该是会考虑到对面应该会来强杀他 没看到他出现的话 但是这个时候 露露来了 蜘蛛也在尾学习后 四个人 四个人打两个 这个时候就看黄子来的速度了 但是现在的塔 因为加强了这么多的话 应该不会选择去击杀这样 贸然月塔吧 而且主要是这个莱奥纳的控制比较足 而且流辣应该太肉了 对 而且手里有一个虚弱在手上 这波月塔很有可能就 把自己的人操作了 所以还是选择回程 上了的话 西威蜘蛛还是稍微把线控住了 这样的话 线一直睡在自己的防御塔 往前一点冷位置 其实控线另一个技巧 就是说 当你控住的时候 在他快到自己防御塔的时候 要稍微再推一下 不要让线进到防御塔的范围 然后他就能够完成一个完美的控线 让对面的上单 损失非常多的经验 是的 基本上就是把你这条线废掉吧 就是让你没法过来吃这条线 狂子这个时候 要和蜘蛛相遇了 蜘蛛后面带着一个小露露 把这个三郎皇子好汉承让了 直接选择逃跑 对 这个没法打的 这个对面还有一个露露 黄子这波想来到中路找一下机会 妖姬已经到达了五级 但是这个兵线的话会比较困难 看妖姬能不能够把对面给一到 蜘蛛不够 妖姬不够一个打上去打一套的蜘蛛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很困扰他的东西 很尴尬 对面的辅助都已经四级了 他才一级 而且这个时候天灾默士到上路的话 看一下想找露露麻烦 但这个时候一是冰线太多 第二是他一级太难做一些有效的刚渴 所以说还是赶紧过来吃一下线 毕竟辅助的等级在当前游戏的环境中还是很重要的 这边天灾默士一级的话 学了一个Q技能 所以上去只是吓唬一下 现在下路的话 大树就过得稍微舒服一点 凭借自己的这个异技能 自己的儿子 这个时候安妮选择从下路来到上路 他来到上路应该是想帮助他们的上单吃惊艳 而且这个时候因为对面的辅助只有1级 他们基本上可以 二打二的话还是有优势的这样 对 到二了现在过日 这边安妮一直手上捏着晕在前面 很烦啊 就是说黄子从后面 倒过来的 他们会不会考虑把冰线退掉之后 黄子在草丛里面做一个埋伏 看一下黄子走过来了 这边发现了草丛里的真眼 把河当局也排在 但这边 直接选择上 逸到了安妮 安妮直接交闪 还好这波是西威尔直接到六 配合安妮 配合黄子 黄子反身以后 闪现直接深寒成剑打的安妮身上安妮被减速 根本跑步都差一下 西威尔闪现一发体内 直接收掉法力护盾是没有打到技能弹已经无伤大雅 这一波是 黄子打得非常的聪明 他看到队面有没有闪现之后 然后他假装回一下头 然后安妮看到回头之后 他有一队面不想上了 还想继续回头 预警故作 这边露露又被EQ 而且现在波是直接闪现过来 一刀再次收获人头 上路的话连续两波 黄子这个swift可以看到两波打的都很聪明 第一波是打了一个预警故作 第二波是回去改服单下来点还卖他 站在草里 没想到对面还是上当了 对啊 这个 这个时候拿到两个人头的 拿到一个人头的AD和辅助 装备上会比对面稍稍领先 而且这个时候蜘蛛他是 在选择一个深寒惩戒之后 直接选择了一个眼石啊 打法 好保守啊 因为现在蜘蛛大部分都是 我的三千眼说了吧 蜘蛛大部分都是打一个辅助型的 这个打野 现在视野对于每个战队在前期来说都很重要 这边安妮也是在上路吃了一个闷窥以后 还是选择找自己心爱的AD 上路那个娘们不靠谱 带着我一起死了 带着我一起送 而且这个时候 就刚刚安妮辅助才四季 在经过上路一轮厮杀之后 现在他们的天灾末日也已经达到了四季 对这边双方是把双人线正常的换回下路 应该会选择击杀安妮 因为安妮没有闪现 而且这边西威尔已经有一个问题 压了这么凶 安妮应该基本上死掉了 好深汗惩戒直接减速Q晕到 安妮是没有闪现 直接被指到这一波 让人头是给到西威尔 对 这边飞机是跑到对方家里 被妖姬定住 人头再次给到西威尔 可以看到西威尔这个大招真的很变态 刚才是连妖姬跑过来 都享受到了西威尔这个大招的加速效果 这样前期来说 节奏对于QG来说就很顺了 现在基本上已经要进入KG的节奏了 对 因为人家的装备已经回去的话 再过几分钟的发育就能做出无技能 这样杀人 拿龙 风声嘴起来这边打的 感觉这一局QG是打了一个很聪明的幻线 这个幻线角色应该是成功了的 而且现在大树的发育其实也比 鹿鹿要好一些 身上已经拿出了范盒 其实柚子我觉得就是 作为指揮学生长能不能跟我分享 就是你认为换线啊 最考验的是哪个位置在场上 换线吗 换线其实在前期最考验的应该就是打野 然后就是考验辅助和上单 因为辅助和上单的决策 往往打野的决策能影响到辅助的上单决策 往往打野去哪一路的话辅助可能会跟着去哪一路 而且像他们这个阵容的话 安里应该 其实安里应该尽早的配合蜘蛛去游走 但是蜘蛛选择一个在家里基本上 发育型的打野 而且也没有想过去入侵对面的野区了 其实蜘蛛在前期一点都不用 而且看现在双方如果说打野和辅助在前面进行一个2v2的话 完全就是开心这边有优势 现在黄子刚才是来到上路跟女坛 估计同师 又来到草里这个草没有眼 而且冰线已经过来了 看一下露露的走位 应该想放一个眼 放眼的时候可能就会被EQ挑起 直接EQ挑起了 直接打招了 直接打招了 这样的话应该是直接被老树树杂众 交了一个闪线过来继续收掉 其实是因为在那个天崩地裂的坑里 黄子跟女坛都选择挺手 先把人头让给那个 想让一下 然后露露就给自己一个大招 这时候框的时间已经到了 不过没关系 露露这边已经在同一个位置 连续被同样的方式带走了两次 真的是挺惨的 现在经济 现在时间11分钟 经济就已经拉开到2000了 像刚刚那一把打到30多分钟 竞技都才几百块 对 差距很大 感觉开心 他们这队队伍 应该是受了上局的影响 现在心态会变得有一些不太稳定 是的 而且确实对于QG来说 他们就像是这种 一虎做起拿下胜利 然后气势越来越顺 而反观开心就有一点 这个 再而摔三而结的这种感觉了 妖姬 在中路 妖姬这一把也是选择出了一个圣杯啊 并没有选择当前 在大红大紫的鬼叔 实在就跟上马一样 对面的也许遭遇了太多了 跟蜘蛛打起来了应该是 刚才是一扣挑了下蜘蛛 其实蜘蛛也是柚子原来在打野的时候比较爱使用的一个角色 那当然因为那 哎呀这边只有一个眼的 然后黄子没有选择Q过去 没跟上 其实蜘蛛这个英雄在 就是当时幼祖玩完以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削弱 然后现在慢慢来到赛场 你觉得现在这个玩法蜘蛛主要就是在团队中的意义是什么的 其实现在蜘蛛团的意义就很难定位 如果说他打一个辅助型的话 但是他的控制又不太稳定 而且他在生存能力上也有一定的问题 他虽然有一个意义 但是现在的意义和以前比起来有很大的削弱 对无论是长度还是宽度都被削了 就算你飞天想逃跑的时候 也就宽度非常短 这时候他们是要遇到了 加入开大招 但是在侧面黄子这边 这个深寒成就惩戒死传作安妮的熊 但是安妮死掉了 但是这个传作还是过来了 对 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情况 大招他已经拿到下路 西维尔已经把飞机撕离了自己的防御弹 西维尔西维尔西维尔攻击防御弹残害 但这样天灾末日就被卖掉了 天灾末日是跑上去 西维尔这一波不应该走这么快的 哇这样的话 直接卖掉了两个人 对 刚才西维尔是拔腿就跑 这一波他们打得有点冲动 因为西维尔在这边拆塔拆的正起劲 马上就要把塔拆掉了 然后那边刚好打起来了 对 他就很困扰 我到底要不要去支援了 然后支援的时候发现 对面的人也已经支援过来 而且把自己的辅助已经完成了击杀 他就被卡在那个位置 很尴尬 就是前面过去打 然后又不是很好打 但后面有一个防御塔 所以这个时候只能选择交闪才赶紧跑了 好的 这个蓝 还以为皇子会把自己的蓝拿掉 收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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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不是就是 打野选手在打这个buff的时候 很多选手都希望自己无意识的 就看似不小心 然后把这个buff拿掉了 对啊 因为有了蓝buff之后打野 不管在干客还是在进野输入上都有一个提升 唱爽的不行 其实打野最重要的就是蓝的考验 对 因为蓝对野区的续航能力提升实在太大了 而往往这个蓝又要让给自己的中单 所以这个牙锁在中路 所以打野就很希望自己的中单是个牙锁 卡林没Q到 差一点被蛤蟆的毒给毒死 没有 现在那个打野就是提供的DOT是跳不死 跳不死吗 跳不死了 打野刀提供的持续伤害 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 buff剩一笔学 这个打野刀跟蛤蟆提供的这个DOT 是没法跳死大型野怪 跳不死buff 狼什么都还能跳死 但是buff已经跳不死 就避免原来这种情况 避免为了避免中单拿不到蓝buff 对啊 原来这种 不好意思 弹刀烫死了 我不是故意的 第二条小龙也已经刷新了 看一下双方的视野情况 现在QG他们的眼位 也没有做过去 反而开心他们会做了一些防守的眼位 对 而且这边第二条龙的话 跨在野区的视野 其实 上路蜘蛛选择了包抄 黄子看到蜘蛛出现在了上路 直接选择了开小龙 中路和ADC都过来了 上路也是被蜘蛛和路由完成的击杀 但是小龙的话也应该会 喂 漂亮 被抢到了 这边神来之笔 飞机一发超级导弹 大导弹直接抢到 这应该是黄子的失误吧 很大的失误 黄子是惩戒已经交了 但交的稍微有一点早 然后就在那个检柜园上 被一发超级导弹 哇 这样其实 客户是对新态的影响很大 这样很影响心情 这样就亏了 因为上路 既被蜘蛛一波绕后 将自己的上单击杀掉 看一下这一波 飞机在这 一发导弹 直接抢到 表情很淡定啊 抢到以后依然很淡定 其实他可能也没有 没有想到我会抢到 这条龙 刚才咱们在下一集 不已经说到了吗 三分靠 七分靠天意 三分靠技巧 但是没有打野的话 我觉得还是因为 皇子的一个比较大的失误 对 惩戒惩戒太早了 因为这种情况下 肯定是稳稳的用惩戒收掉 是最靠谱的 下面选择再一个草丛蹲 但是对面是一个轮子妈 不太好蹲 选择推线回城吗 其实之前我看过 就是在一些玩的比较好的 这种老练的辅助的时候 他们在蹲人 比如说王安尼 他们会选择叠三层云 然后在轮子妈 见到他一瞬间 先打一个技能出去 这样一般轮子妈 都会以第一反应 把法力护盾开出来 这样就是你先骗掉 他的一个法力护盾 然后 其实我有时候在玩路人 玩打野的时候 我也会用这种小技巧 就出了圣寒陈剑之后 先走过去 先给他一个减速 他就慌了 一般的ADC他都会很慌 然后就以为我已经把技能 丢到他身上了 然后他就会选择开一个护盾 这时候再等一会儿 等他护盾消失的时候 再选择一个施放技能 这个确实就是博弈 是吧 心里的博弈 双方心里的博弈 下路的方向产 因为已经被推掉 所以说飞机这边赶紧赶到线上 现在飞机其实很顺 17分钟的话 三项法装鞋 这个输出已经可以维持 他的团阅中的任务 但是相比这下 轮出阿忍 装备更好一些 王子里面 直接被打一套EQ 再要闪现 但是还是被卡丁 最后一项重量 这一个点男服务 最后轮子妈赶过来 一个大招 配合大素的W 绑到了 蜘蛛 入一个闪现逃 安妮一个大招 打到三人 飞机进场 大树扛不住 直接被收掉 而狗狗鞋也被打出一个W 飞机闪现过去 暴躁的想要收割 现在默认这边有点危险 超级导弹再次崩掉 这一波的话是打回来了呀 卡丁穷追不舍 但现在的话 RG都应该跌度 从中比较高 这个蓝不足以支持他下一发 R 所以说就是作罢 但这样应该可以 顺势把对面的上路线 推过去再把上塔拿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开心战队 他们的阵容 他们全都是AP 而且在这个中期 15到30分钟的时候 对面的抗性装备 还没有叠起来 对 往往是他们最强势的时候 还在这一波 安妮一个大招 大住了三个 然后飞机从侧面 打不住切入 一个Q加上导弹 造成了沉蹲的输出 直接把对面打得 疯狂的逃窜 对面的辅助也是看到 对面都冲过来了 只好卖掉自己 这样最后 对面两个人逃走 但是这一波 其实对于开心 HAPPY来说 已经打回来了很多了 而且他们心理上 也不会像刚开始 那样有一些郁闷的 毕竟他刚开始被打了一个6比0 心理方面还是有一些压力的 这个心理压力 其实从上一局 70分钟大战之后 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对 飞机在回家以后 也是买出比尔机会的弯道 大树还是选择在第一件 做了时光伐杖 这个时候 第二件应该是会选择做一个 我突然忘记叫什么名字 是魔抗减CD回血量的 绿甲是吧 振奋铠甲 振奋铠甲 我觉得其实作为职业选择 好像一般大家也不太会去记这些 我们就会 这些简单的记法 就是一些称号 不太会记住他的名字 对啊 对面这么多的AP阵容 他们的辅助应该会考虑 直接出一个军团盾 军团盾 或者说帮AD出一个干锅也可以的 这边安妮也是在很早的时候 直接附上施针 而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我不知道柚子注意到没有 注意到 他也是把他的打 把那个工资装卖掉了 卖掉了 换成了这个 他也是想出一个加速球 对 这个跟上一局的思路应该是一样的 确实上一局他玩安妮 就是在最后做了一身加速装备嘛 这个其实我还是觉得切法之认可以留一留啊 其实我也觉得他合成之后 合成那个寒冰女王之类 更好一点 对也很强 因为像安妮这种英雄 他往往就是 像一个闪现过去打出一套输出和控制 如果说他打一个像这样太偏于辅助的位置的话 还是有一些弊端在的 会 他的技能本来就是有一个很高的AP成长 加上一个很高的爆发 他这样选择出一个纯辅助装的话 伤害会不足 就这样做 对 这样的话小龙马上就要刷新 这边是第三条小龙 QG战队刚才也已经在野区布好了 视野这边蜘蛛是顶了一个 这个刚才是 他已经把扫描给合成了吗 对刚才是超级扫描应该 因为我看了一下他惩戒 伺鬼没有那个BUB 应该是超级扫描了 小龙已经刷新了 这时候蜘蛛一到了 大树大树选择直接闪现 现在末日可以就很熟 直接上来但自己已经被打残 大树直接进场 后面妖姬来的稍微有点晚 直出天外飞先 做地势 原地皇子一刻过来 不敢做大树 直接被一打一打直接收掉 啊这样黄子有点冲动了 开心 乘胜追击 妖姬被一直在原地卡丁越抢过来 Q1减度给到一发 六十八开大树回身想反打天赋 不是大树给的很不错 能比较到飞机嘛 妖姬隔下过来 飞机直接被妖姬 两边现在拿了一分三换三 后面的位置 西威尔的输出位置还可以 卡瑟丁受到西威尔两个上单之间最后的战斗 哇大树这边虽然很硬 但是双拳单第四手 还是让卡瑟丁收获一波三杀 刚刚那一部团战 虽然说黄子EQ空了之后 他没有选择一个闪现直接逃跑 但是就被蜘蛛溢在那里直接 这部团战他就基本上已经 没有起了任何作用 还被对面受了一个人佛 而且很关键就是 他们QG战队的天灾末日 我觉得他非常的 他的思路非常的清晰啊 就算我的队友死掉之后 他也知道我的大招该留在什么时候 就像对面在他们的 蓝泡斧旁边的拐脚 想趁趁追击的时候 他一个大招直接在那里定住了三个人 对 把飞机直接定在中间 然后配合从侧面插上来的妖机 秒掉飞机 其实刚才那波团 如果黄子能够把大招做出来 或者说多存回一段时间 其实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们来看一下 天灾末日被打了一套之后 他并没有选择开出大招牛人 而选择直接撤退 这就是说黄子EQ空了之后 被蜘蛛溢到直接秒掉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开心战队正在追击 正面又打起来了 这边龙是被卡萨丁拿掉了 然后黄子也被收掉 可能刚才是QG战队去打龙 然后被对面追过来 而且黄子又是被击杀掉了 黄子好脆啊 他们的黄子好脆打 对面的AP伤害实在太多了 而且现在AP AP那个抗性会比较难做 他说要传送抗塔 但这个防御塔还是被推掉了较多的血量 要击上来 K娃打一套路路路路手很快 直接给自己一个抗盾 这样没有被消耗太多的血量 像这样打消耗战的话 正是开心战队他们的目的 因为他们的阵容就非常适合打这种消耗战 反观QG战队更多的是希望能够一波打起来 如果一波打起来 对他们的优势反而更大 这边妖姬过来不停地利用自己的W技能过来进行消耗 其实开心这边更多的就是利用路路的护盾 抵消你的伤害 然后不停地消不进 这边直接漂亮 这一套combo直接W闪现加R秒掉在W回去 这波一触激发 黄紫硬获了天灾末人大招 定的不得定到后面三人 黄紫大招跳下来直接上当的卡萨丁 前面的一个飞机只能逃跑回身做风筝 但也被轮子马直接收掉 打了一波零换三 四 后面的话蜘蛛也被硬收拾了零换四 刚才这一波妖姬的处理非常果断 也是让对面的安妮反应都没有反应过来 而且上单也是没有及时给到她的护盾或者大招 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被秒 这个操作确实让我们看到了柚子猜杰杰的小faker 因为之前我在和他们领队沟通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说他们中单人称小faker 非常的牛玩的 好 刚才那一波操作确实很精湛 看一下 刚才妖姬是W 然后闪现R 闪现W一个Q 一个Q加上点燃秒掉 皇子从侧面闪现 一个Q调起两个一个大招 天灾波直接从后面一个大招 留住了后卫的两个人 对 这边蜘蛛被钉到 然后一条锁链连上 二段伤害直接暴死 蜘蛛临死以前是深寒承接 给到天灾波想换 但是魏果 确实这个我不得不再次称赞一下 这个在回放系统里使用选手第一视角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贴心啊 这样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对 而且让我们知道 其实刚刚立步团 谁是最大的功臣 对 哇 妖姬在回家之后直接拿出了帽子 这样在AP伤害方面也有一个很大的飞跃啊 对面红杀石了 而且这个时候时间已经快临近30分钟了 他们的AP防御装备应该也是做出来了一些 不会像前面一样 对面的伤害爆发 打到他们身上有那么的疼痛啊 对 现在这边的话 在魔抗方面 大树是做了振奋海甲 黄子蚁魔道 加上一个幽魂斗篷 伦子妈也买了一个500的魔抗斗篷 而辅助现在买出魔抗斗篷 应该是要转一个军团护盾了 现在在 他可能是想为队友出一个干锅吧 因为他已经选择出那个 山越之戎 山越之戎 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阵容 其实先出军团性 比较高一点 对 因为对面的AP伤害 实在太多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你看一下对面阵容 基本上 全是AP伤害 这样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在这个安妮什么 换来换去工资装 他的经济其实是没有女团好的 而且这个游牧者的徽章啊 就是这个上古钱币 带来的收益 也很低 这个工资装 这家工资装是最稳妥 但是收益也是最低的 在经济方面 觉得像这个工资装 配上安妮这么凶悍的辅助的话 有点不符合 小罗里的风格 就像一个 一巴的宽 护心毛的大汉 手里拿着一个小熊 对 对 对 好 中路这边妖姬刚才上去消耗了一套 然后W回来了 现在妖姬随着这个 比较高的减CD啊 然后再加上W等级的提议 确实也在前线战场打的那边 游人有一些 不停的依靠自己的进化水约 跟对面进行消耗 这个常在河边走 千万别被控制 玩妖姬切记着就是不能上头 对 就秀的飞起 把自己秀进去了 这网友下落这波大树 路路过来 皮克斯长枪减速到 但是没什么机会 现在小龙还有一分钟 如果他们现在回家的话 出来还有30秒 做一个视野应该还来得及 对 他们可以在这一波 先稍微做一下视野 然后 并没有 女坦过来 女坦先把这边视野给布一个 我刚发现 黄子使用的是这个绿色贝雷帽的皮肤 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就是因为 这边帽子是绿色的 其他其他没有人 绿色贝雷帽 好的 小龙还有30秒刷新 这是本场比赛的第四条小龙了 应该是 看一下双方的 坐眼情况 虽然说QG阵容 他们提前出来 但是他们的眼位并没有差得很深 只是在小龙附近做了一些小龙的眼 哦 这边妖姬又是交WR上去消耗管 吃的片段先背下来大主弹 还准备开启了 对面的上单 黄子一个女坦闪现 但是没有机会交出技能轮足 还为依靠表层弹 弹曲这个大招一弯非常漂亮 直接定出 金身结束卡三丁 黄子在前场 不先被射的卡丁 回转叫R加闪前脱离战场 这一波的话还可以打 但是妖姬被秒 卡三丁这一波的操作非常的华丽 再次R过去 护盾顶掉E的减速 在战场上穿梭自如 对 R进场以后 就是天在末日已经想到了 在金身结束直接给出大招 但卡丁在被控住之后 回身直接R加闪前脱离战场 回身再打一套直辱 有如常山赵总一般啊 刚才 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视野的 那开心战队也可以势力的 将这条大龙收入当中 好 其实刚才我觉得 就是柚子你觉得这个 柚子战队刚才开头开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 太急迫了 对 太急切了 他就是 而且看一下现在的回放 洛弗兰的大招也已经丢掉了 好像 大树直接进场 就是黄子侵入 EQ没切到 大树进场的时候 他的队友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上 就他在Q到人的时候 队友才来到了战场上 对 注意看卡丁这一波 闪现而出场以后 再次而回来 QE秒掉妖姬 然后再往回拉扯 然后收掉妖姬以后 再往前QE 收掉这个轮子挖 其实这一波团战 我一直在观看 蜘蛛的操作 他刚刚那波团战 第一个天外飞先是 因为被 隔墙被妖姬 想要骚扰一下 然后天外飞先掉了 而且他刚刚在那波团战 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限制 对面一直想打他 然后他飞下来的位置 让对面有一点措手不及 还反而让他击杀掉了两个人 好的 现在大小龙全部收入囊中 比赛进行到将近31分钟的时候 开心战队已经手握了2000块的经济优势 这个经济优势并不大 现在确实在比赛中很难把经济优势一下长度就拉开了 但是三条龙muff以及现在在身上纳什男爵的颂戈 能为他们提供很好的前线能力 王子在侧面等待切入的时机 大树还是有水银鞋 控制时间没有那么长 好 妖姬又过来 哎呀 现在要 他应该是想骗一下对面安妮的技能 我觉得这样老安妮面前是很难骗出来的 老安妮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 而且这一波安妮是有闪现的 他的技能不会交到那么随便 开心战队趁着兵线的优势来到了下路 这个超级炮车的射程是比防御塔还要远的 就看着他在那里一直点塔 飞机对面被打了一趟 王子是一个Q并没有选择EQ 直接把飞机吓得一个打死 然后往后退 现在他们的二塔应该血量不多了 选择一个撤退 因为对面身上有蓝buff 有龙buff 并不想跟他们打起来 而且这一波就算打起来的话 其实在前线战场 第一是对面握有龙buff 第二 阿妮手里还捏着闪前军 不是很占优势 其实比赛打到这个阶段 你觉得作为 就是对QG战争来说 他们接下来要怎样应对 其实他们现在最好的应对方法 就是拖一下 再拖到龙buff 起码拖到他们的 就是像ADC 或者中单一些关键性的装备 像对面有这么多AP输出 他可能会出一个水银 应该会出一个女妖面纱 然后AP的话 他没有选择做中亚 而是选择做一个持续的输出装 法船吧 看来这个小Faker对自己 还是很有自信的呀 而反观像开心这边 AD的水银细带 已经坐甩 直到33分钟 像QG战队 他们还是没有选择 有人做出军团盾 看来他们还是有点 小乔对手吗 因为像对面 这五个英雄都有AP输出 他们却没有人选择做军团盾 在团队上面是一个损失 这可能是一个决策上小小的失误 因为确实这件装备 如果你出了它的性价比 将会被最大化 那何乐而不为的 这个时候真言很多 直接将对面上半区野区的视野 尽收眼底 并且牢牢地控制住 随着这个大龙BUFF的消失 开心战队推到对面上路的二塔 这一波团战一触激发 天灾暗示闪现过来 但是被水银细带骗到了 这个技能直接打空 皇子一过来挑起飞机 深寒闯间给到邀请想 抢秒飞机 但是没能秒掉前线战场 皇子打开回身坐后面 安妮闪现过去 这个暈倒太关键了 对 对面的ADC也直接暈倒 然后逼迫ADC 直接从正面战场上 直接撤退 对 现在是一个二换三 这一波的话 清晋全力秒 飞机并没有秒掉 大叔再次被异倒回身 打一倒输出很高 闪现过来 大叔也将闪现 天灾默日再次过去 卖掉自己 这样的话 啊 上罗二塔也只能告破 刚才这一波 其实天灾默日稍微有点冲动 因为飞机身上是有水银细带的 他并没有观察得太仔细 一个闪现晕 直接被对面 解掉了控制 我觉得他是在堵这一波 我们看 他过来他堵是你 水银解掉的时候 我都溢到你 然后溢到跟过来 但中间很漂亮一点 是他被顶起来了 这时候看安妮闪现大招 直接逼迫对面的ADC 直接往后撤 实际上的话就是 无人能够打到的飞机 进行那一波收割 最后时刻大树马上就要撤了 蜘蛛的极限距离 节简 接到大树 那在交出闪现的同时 天灾默日只能选择回身 迈自己 保护自己的队友 其实天灾默日刚刚 不管队友 他们两个应该都不会死 关键那个时候我觉得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已经在好快 陆路的副队提供了很快的加速 这边一差一下 但卡萨丁这个R交过了 而且没有异级的 所以没有选择过强 本场比赛的第五条小龙 马上就要刷新 现在形势对于QG来说 不如乐观啊 因为经济已经被对面 拉到了六千 而且在小龙方面 也是被对面领先 拿到三条 在拿到第四条小龙之后 他们应该会选择一个 在大龙处 做事也选择一个埋伏 关键是 今天一上来 QG是打了对面一个下马位 但是一点点被对面 把这个优势打回来了 两个队伍的实力 真的是不分伯仲 对 你来我往 这边大树补了一个蓝盾 在第三件的选择上 而女坦还是执意要先把 这个干锅给做出来 还是没有人做军团 确实我觉得柚子说的 这个问题很关键啊 这个军团盾现在一千四百块钱 是吧 嗯 一千八百块 一千八百块 一千八你买不了吃亏 你买不了上当啊 我觉得 开心战队毫无压力的 拿掉了第四条小龙 而且对面好像基本上 对小龙也没有任何 正常欲望 就不想跟你打 我就想把大龙的事也做好 然后测中路兵线有优势 完成一波反推进 在这个位置 直接一直放眼 卡你的位置 不让你进来 但是我相信开心战队 应该不会让对面这么轻松的 推到高地去 对这边从侧面过来 安妮在侧面虎视丹丹 配个一个蜘蛛 安妮的闪现 应该还有大概十秒左右 就要CD了 看一下这一波 我现在还在找机会 卡拉丁而上来 被逮个正常的黄子 Eco再次空掉 不得不暂叹飞机的神反应 但是飞机直接被 水银加露露大招 没能保住飞机这一波 秒掉飞机 倾尽全力 但是卡拉丁的位置 还在输出 大树被捆住 卡拉丁也被陷住了这一波 腰击在后排 陈达姐输出的作用 大树残血逃生 这一波的话 感觉QG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卡拉丁也被打到 这一波是终于抓到机会 就秒掉了对方的飞机 大树这时候会不会选择回家 然后血满了之后 传送下来打一波大龙 还是选择直接打 直接开龙 但是他们开龙的话 我觉得很难打掉 哦 直接放掉了放掉了 露露过来了 因为对面有双C位 有上单和中单都还在 而且他们的血量非常的少 刚才露露好像是传送过来的 一个家园卫士加传送 这边的话是安妮的 安妮的闪现已经CD完毕 感觉这样一波传打完形式又不明朗了呀 其实我觉得就现在打团的形式来说 还是比较考验一下飞机的走位和操作 对 这个时候大部分的输出的重弹 全都承担在飞机身上 因为他们的队友全都是AP输出 而且露露现在出的装备 也是全输出装备 看一下这一波卡扎丁 R上去 皇子直接过来 这边黄桓开的不错 让队友能够拉扯一下 但飞机的点没有注意 这时候大树直接很关键 绑到了飞机 飞机然后被框在里面 他又没有W技能 直接被 水银开枣了 死在了 有一个小失误 刚才飞机的水银开太枣了 这样的话 飞机死掉以后 对面的剩下几个人 就是树到胡孙散 现在卡扎丁在侧面 也是被天才末日追到 还有死血 这边的话 皇子在侧面 没有上 还好是保持了这条大龙 又在这 刚才你们在这阴我一波 我现在在这稍微不一样 而且这个时候 视野对开心战队是非常好的 而且大龙的视野 完全被他们掌控掉了 这时候看一下 QG战队到底急不急 如果他们急到会选择冲过去 看开心战队 他们会选择一个埋伏 在侧面的话 知道对面没有打大龙 我就安心了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B端 就是全AP的阵容 他们在打大龙这一块的 会比较慢 一个过来 阿D闪现是用过了一个防守闪现 这样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说 不是很很有力 大招指红的妖精一个人 已经被秒 这个位置开心战队 不是很好打卡 那算强切西威尔 西威尔还没死 西威尔还在侧面 还没死 皇子回身宝 去切的卡萨跟蜘蛛 也全都送掉 天天末日 但是现在鲁鲁的伤害也是非常的高 她直接一个EQ 反而反手秒掉了配合飞机 反手秒掉对面的辅助 完成了一拨 三换二 三换二 刚才 安妮的选择 其实 在看到对面人的一瞬间 是回身闪现 然后大招交给了妖姬一个人 因为妖姬刚直接双重打表过来追她 已经她认准了对面的辅助 是对面很关键的一个点 是的 而且她心里清楚的就是 这个安妮没有太高的输出 我秒她没有什么危险性 这样一波团战打完 双方经济还是在一个3500块左右上下 但是现在双方都在窥视这条大龙 谁将拿到这条大龙 其实对比赛的进来走势 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这个全场比赛第六条小龙 也就是开心战队的第五条小龙 已经刷新了 马上就要刷新 看一下这条龙 还有一分半刷新 如果他们拿掉这条龙的话 对他们整个团队的输出 又会提高一个很大的层次 看一下他们在之后 会做一个如何的选择 应该会选择 控对面的蓝buff那边的视野 然后等着小龙的时间刷新 这样应该是最稳的打法 露露在中路推线 这个时候41分钟 露露还是没有选择做出中压 而是想做出一个女妖 露露的一个盾真的是扛掉了很高的伤害 直接打了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掉血 小龙还有40秒 QG战略应该是想 你既然拿小龙 那我就在做大龙的视野 我看你怎么觉着 你要选择拉小龙我就把大龙给打掉 因为现在他们的阵容打大龙也是和对面比起来会相对较快 还是想打起来 天灾梦是在边上虎视丹丹 大招已经抬手 但是只减速到两人一样 大龙而下来被打弹直接秒掉了 哎哟这个位置对他们真的很难啊 这样的话这样冲过来的话 其实直接突对面脸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这样直接被打了一波一换五啊 这一次应该会中路送掉甚至被一波了吧 因为对面的时间真的很慢 刚才天灾末日找机会大招 他的那个机会真的是不太好 因为对面的位置真的是太远了 他的队友想切进去的话 邀机想打出输出 在后期的团战基本上就是靠打出L1出的话 就双重W 那他WR全用在追人了 全用在追人上面 然后直接被对面反 安定一个反晕 晕到直接秒在了原地 好的那这场比赛43分钟 我们恭喜开心happy 扳回一城在BOR的比赛中 双方打平确实正如柚子所说